作地盤工人的王萬長一家四口 住在深水埗通舟街這個300呎天台屋 他03年用11萬買入這個單位 但當時業主沒有跟他簽訂正式屋契 只得這張手寫的合約 王萬長和天台其他16戶的居民 在2011年3月和8月 先後收到業主的律師信 通知他要收樓重建 但不會有任何賠償 已經輪到五年公屋的王萬長說 現時同區的私人樓租金昂貴 很難找到適合地方搬 收樓限期在今個星期三屆滿 收樓時黃萬長拒絕遷出 雙方一度對時 由於居民當中有孕婦 經協調後遺免危險 執達主任同意押後收樓 這棟堂樓的新業主 在2011年入稟法院要求收樓勝訴 不過執達利先後在去年8月和今年1月 兩次收樓都不成功 有天台屋居民表示 希望業主可以通融一下 讓他們找到新地方安置好才收樓 另外有輪候公屋的居民 亦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協助他們上樓 協助居民的社區組織協會 希望業主延期收樓 我們都看不到 大家看不到有個緊急性要拆天台 因為屋宇署說它暫時都不會有清拆令 第二就是說 我想天台都叫做幾十年 業主 我們就看不到它真的有一個很大的 因為它們都不可以重新見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說可不可以 如果政府都覺得不需要清拆住 業主可不可以坐下來談一下 可以有得談 這個是大家租下想 他又希望政府能夠因恕安置有困難住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戴熱門報導